主食要衛生, 身防百病生 要我去馬?給甚麼馬我照? 不要 因為左下作用起到很大 97年之後呢 你覺得恢復死刑的機會會大不大 有否死刑和意識刑 替及社會制度無關 70年代以來香港都未執行過死刑 到93年還正式立法廢除 不過應否有死刑在香港 一直都有不同意見 近年來先後有香港人 在國內犯販毒殺人罪 被判死刑並即時槍決 令到一些坐牢的囚犯又擔心 97年之後香港的刑罰可能有變 究竟會否變呢 《基本法》沒有寫 而御委會和籌委會從來都沒有討論過 港府官員說不變 不過有些囚犯始終不放心 背著鏡頭的是一個 在赤柱監獄伏營的 尼亞利亞籍囚犯 他和另外十個犯了藏獨罪的外國囚犯 最近聯名寫信給國際特赦組織 說怕九七之後會加刑 《英國人》老實說 他香港人都不理了 他說你的犯人 我相信這是很驚人的想法 立法局議員劉慧卿 都收過囚犯的求助信 並且代他們向港府表達憂慮 港府的福信就說 根據《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 香港有高度自治 所以應罰制度將會不便 籌委、譚慧珠都是這樣看 人無怨慮必有近憂 但是我覺得很確實地可以跟他們說 預備委員會看過香港六百多條法例 一直都沒有討論關於囚犯的問題 因為根本就不抵觸《基本法》 港大市民都希望政府能夠立刻 重促恢復執行死刑 九一年立法局動議辯論恢復執行死刑 結果動議被否決 主要是民主派反對 劉慧卿就擔心 九七之後的情況會不同 我們都不知道 將來的立法機關會怎樣組成 他可能放一班人下去 是會支持的 那就可以一日之內三讀 也可以將這個死刑恢復 這段是一個犯了謀殺罪的囚犯錄音 他叫做傑仔 已經坐了十三年級 像我們那樣 有機會可以說特赦 去到一個有期的途影 覺得我有機會重新做人 傑仔最近知道自己會在99年放牢很開心 因為他等了有刑期很久 當年判刑的時候 他不夠18歲 所以法官只是判他坐牢 直到英女王發落為止 要等英女王發落 是因為香港刑事法規定 對18歲以下的少年犯 不可以執行死刑 只可以扣押他們 至於扣押多久就不一定 一般來說 每年懲教署都會把他們的報告 交給一個叫做 長期囚犯福檢委員會來審核 委員會如果認為 這個囚犯表現理想 又權衡過社會的利益之後 就會向港督推薦給英女王發落 懲教署說 現在等著英女王發落的囚犯 在斜樓也沒有變 樹木也沒有變 雖然莫女士已經十幾年都未來過 但是他對這個地方 印象還是很深刻 我心很心酸 看到兒子上台的時候 是最心酸的 改建緊做終審法院的 法國傳道會大樓 十幾年前做過高等法院 莫女士的兒子十三年前 就是在這裡 被法官裁定謀殺罪名成立 而因為當時他只有十七歲 法官判他扣押監房 等候英女王發落 一扣就扣了十三年 莫女士看著九七越來越近 他就越來越擔心 如果將來交給另一個政府 他就沒權 交給另一個政府 將兒子怎樣處置都可以 那你英女王處置我的兒子 那你現在真是沒口齒 他叫女婿寫信給港督 報證詩 甚至是倫敦辦事處 但是一直都沒有聲氣 莫女士說兒子現在很害怕 九七十四 我說你不要擔心那麼多 等下吧 不就這麼說 自己的心都很暗 等這麼久 跟其他有殖民地色彩的法例一樣 等候英女王發落的法例一定要改 否則主權回歸之後 就沒有人有法定的權力 去到定像莫女士的兒子 這一類的囚犯前途 沒有了法例的話 就變成了英女王不能再釋放他 因為牽涉到人權的問題 那不可能他們一輩子在囚禁 這只是一個法律的字眼 正式來做都是香港那班 一個長期犯人審查委員會 那班委員來推薦被港督 我想九七之後都會有這個機制 這個著情權 我自己是覺得 任何一個有智慧的政府都應該保留 基本法裏面也寫行政長官 是有可以特赦的權 或者一個赦免的權 除了英女王特赦法例要改之外 與囚犯有關要變的就是 香港與外國所簽訂的互換囚犯協議 現在香港與外國所簽訂的協議 大部分都是由英國引申過來的 九七之後就要全部都簽過了 現在與香港有囚犯交換計劃的國家有24個 大部分是歐美國家 亞洲地區只有泰國一個 是與香港直接簽訂的 懲教處長黎明基今年3月去探訪泰國監獄時 就有一批在當地服刑 申請互換回來香港坐牢的香港人 問過他九七之後的情況 我亦都是趁這個機會解釋給你聽 在這個基本法之下 所有將來那些人如果回來 都是香港監獄的制度沒有變 就像現在這樣 去裡面開放日那天 我媽媽進去和他一起拍 亦都有香港的囚犯想在九七之後去外國坐牢 劉先生的哥哥在八三年因為謀殺罪判死刑 後來突赦成為終身監禁 九三年開始 他哥哥一直找議員幫忙 申請給他去外國繼續服刑 因為怕九七之後會有危險 因為他以前在台灣國防部做 當時是在大陸拿了一些重要的資料出來 現在大陸還在追究這些事 就是怕抄後算賬和追究以前的事 這封就是台灣駐港機構中華旅行社給立法局議員的回信 信裡面的內容確認了七十年代 劉先生的哥哥和台灣軍事情報局工作的身份 雖然案發之後 台灣的情報局割斷了和他的關係 但是他仍然希望去台灣坐牢 這個希望可以說是根本不可能的 因為港台兩地並沒有交換協議 我們的記者幾天之前去石碧監獄探過劉先生的哥哥 他說不是坐牢也有機會離開香港 坐牢就不同了 隨時會變成政治犯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 香港呢 第一是沒有政治犯 很肯定一個人進去 已經給他一個很安全的環境 人身安全的環境 由他直至坐牢為止 裡面的時候 怎麼可以說任去魚獄 九七之後 可能突然間 好像大陸那樣 常常拿一批人出來槍決 九七年以前 中國有關國防 國家安全 或者機密的法例 在香港是不可以實行的 九七年之後 這些全國性的法例 在香港是不執行的 因此它是應該沒事的 雖然說一國兩制 但是都說不可以 只顧香港這一班 怎麼都顧大陸十幾人 政治上的事情 無論怎樣說都好 他們的擔憂始終都有 好了 稍後回來我們會說說 另一個籌委會 還未討論過的問題 就是兩個市政局和區議會 怎樣過到 我穿的衣服雪這麼白 全靠花黃結霸 它的BioLite 趕走 拿起衣物纖維的烏狗 身家強配風 令三嶺袖口更乾淨 所以我信賴花黃結霸 無啟然全新國語專輯 我感覺不到你 在你眼中看不見自己 我感覺不到你 CDR帶全面上市 以至盼望十月 無啟然風中有情演唱會 渣彈銀行全新智能信用卡 賣向積分優惠新領味 只要是車主專利會會員 任何簽帳所存積分 都可以透過卡上晶片 即時換取入油 汽車未用 和泊車現金優惠 即時換分新體驗 開打送用卡 車主專利會會員專有 二百一十匹無比勁度 自高層次的駕駛感受 全新ACURA 3.2TL 高性能豪華房車 操控準確無瑕 外形光徑瀟灑 無具任何挑戰 仍然高高在上 全新ACURA 3.2TL 將顯成就, 今日擁有 好, 掌聲 鍾燈 火中 神經病 Club 人頭馬特級香檳降陰 是男人自意醒的心得 BB, 這裡哪個是圓形 那G字在哪兒呢 優質欣美麗 有老部其中主要元素Torin 還有含阿麻酸的精進植物油 提供眼部所需 優質欣美麗高蛋白奶粉 各位觀眾 AA超人膠又來表演了 一滴就怎麼樣 不要眨眼, 看看 刺得多快, 刺得好穩 呀呀呀呀, 刺得多快 AA超人膠, 刺放得來手 I'll run out 緊迫的生活和工作壓力 好容易會影響個人情緒 但是將憤怒不安發生在小孩身上 絕對不能解決問題 如果你想找人聊聊 或者幫助你的朋友, 鄰居 請立即和我們聯絡 一直以來我們關係良好 二十萬 吉, 雨晨海方面 我也不想有甚麼特質 鳳京這件事是不過的 我希望你到時已經解決了你的問題 你還有門來等他們 他們出來, 你就用手 明晚九點 新上海灘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的決議 依據港督政改方案組成的立法局 兩個市政局和各區區議會 到了明年七月都要解散 取代立法局的臨時立法會怎樣組成 現在籌委會就談到如火如荼 不過兩個市政局和各區區議會 在解散後會是怎樣呢 就從未談過 四百二十六個這兩級議會的議員 十個月之後的身份是怎樣 現在連一些頭緒都沒有 暴不清, 現在還有多少時間呢 三百多天而已 那我和你的身世都不知道怎樣 以沙田做根據地的公民力量 九四年的區議會選舉 九個成員參選全部都獲勝 部分在跟著來的區域市政局選舉裡面 由勝出, 成為了商料議員 為了要知道明年還有沒有做議員 過幾月之前他們組團去北京 見港澳辦的副主任陳志英 肯定來說他就說一定是架構不通, 人可通 就是說可能兩個議會的架構就沒有了 要成立一個臨時的組織 但是現在做這一批就全部被考慮 成為將來的兩級議會的議員 這就比較確定 再確定他就說他會加四分之一人 陳志英說加四分之一人 就是只要加一些委任議員進去 一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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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四和九五年舉行的區議會和市政局選舉 除了小部分當然議席之外 其餘議席全部都是由選舉產生的 以往佔這兩級議會三分之一議席的委任議員 全部都沒有了 張幫辦,我想和你問一問 他現在這個是否屬於區議會和他起 他要和他起 但是他現在是這個綠色小關的車站 我們有沒有權是剷他呢? 民主黨的黎智強 區議會和市政局的議席都是靠選回來的 他說事實證明兩級議會沒有委任議員 一樣都做到事 那時候我不覺得比較現在的效率和對市民的看法 的辨識是比現在好 反而現在大家是開心見成 因為大家都要爭取群眾 大家都要對事件、民意的表現是在議會裡面拿出來 所以換句話大家都不敢所謂騙 兩個市政局每年可以動用的公帑有成100億 還有權決定文化康樂和公眾衛生政策 全港酒樓食肆和娛樂場所的牌都是由兩個市政局發的 很多工作都涉及到各個專業的範疇 取消了委任議席之後 現在兩個市政局都要邀請一批顧問來協助民選議員做事 做過委任議員 現在經過選舉成為民選市政局議員的張詠心 認為始終都是效率差一點的 我們每一年都有100多個累積的工程項目 無論是公園、街市、市政大廈的設施、室內的運動場 所有這些市政設施的工程項目 我們都看得從這個規劃、設計、興建 至到這個投入服務都有延遲在 和市政局不同 區議會無權無責 只是負責反映民意 搞下這類活動 沒有委任議員有甚麼不同 灣仔區議會主席林貝月嘉就說 單是籌款搞活動都有困難 委任議員本身 譬如他是商界人士、專業人士 他們的郊遊廣闊些 自己本身都有這麼常緊的地位 有些可以捐錢的朋友等等 和商界方面他們熟悉些 他們找回商界之前便容易些 馬先生 你多些做藥 今年多些幫幫忙 幫忙 本身是會計師的廖榮定 是上屆灣仔區議會的委任議員 1994年他參選輸了 不過仍然很活躍 擔任分區委員會主席這一類的公職 唯一就是 組一個議員 人家叫你就叫議員 現在就不是叫議員 叫先生 那麼多分別 他說現在的應酬還多過以前 當不是成為一個各區議員的時間 變得更要多些要出席 因為第一證明自己不是做區議員 就是出席旅行 不做區議員就不用去 1994年的區議會選舉 140個委任區議員當中 肯好像廖榮定出來競選的 只有25個 其中10個人當選 兩個市政局27個委任議員當中 有4個人參選 兩勝兩副 為甚麼這麼少委任議員肯參選 為甚麼這麼少委任議員肯參選 很多時候委任議員 亦都未必是社工界 或者教師界 很多機會是可以跟市民有接觸 他們商界那些 直接跟基層市民少接觸 變成基層市民有時候未必知道 他做了甚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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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二年底 兩個市政局通過動議 反對取消委任議席 區議會和他們的立場基本是一致的 十九個區議會當中 有十八個也通過了類似的動議 十八個區議會的主席 還一起去到見港督彭定康 表達他們反對的意見 接著他們又去北京 向李彭總理反映意見 無論在起初基本法的時候 或者直到今天在社會上 亦都有一個比較清晰的意見 就是說在區域組織裏面 不需要全部由選舉產生的議員 來為大家服務 在這個前提下 議會會作出這樣的建議 就是說 是不是可以加回四分之一的委任議員 如果真是加回四分之一的委任議席 兩級議會重組就要委任超過一百個人 現在由中方委任的八百幾個 港市顧問和區市顧問 當中不少都是以往的委任議員 要做將來的委任議員 有顧問身份的機會是否大些呢 如果你們要再有委任制度 我認為都不能夠有一定的局限性 或者小圈子 應該是有廣泛的代表性 和對地區有一定的貢獻 七月一日之後 如果想找回我的話 會不會我覺得我會有這樣的興趣 但是是否因為 我和區市顧問這個銜頭而選我 我覺得又未必一定 我想問一下 不知道今天有沒有教處的代表 可不可以說 民主黨的謝永玲 94年選舉贏了廖榮定 成為灣仔區及區議員 之後她又循選舉委員會 做立法局議員 反對臨時立法會 反對臨時立法會 反對臨時立法會大聯盟 硬闖北京她的誘憤 立法局她就預料要下車了 但是將來做不做改組之後的 兩級議會議員 她現在還是很矛盾 所謂臨時所謂委任 是否一些形式上的委任 如果形式上的委任 我認為沒有甚麼問題 例如雙小小 效忠特區政府 這些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是否推人下車 是否委任新的人下去 委任多少 那些完全是我們要考慮的行列 而她的附帶條件 並不是很可客的時候 所謂可客的意思就是 要向特區政府宣誓效忠 這些可客的條件 我們相信我們會盡量爭取 為市民說話的機會 民主黨議員在議會所得的薪酬 百分之十五是要上繳給黨做經費的 除了立法局 民主黨在兩個市政局有25個議席 在區議會就有63個 他們每年上繳的錢就有成350萬 是黨的主要經濟來源 有學者認為 如果他們連兩級議會都不參與 不止財政出現困難那麼簡單 民主黨在地區的指揮中心 通常是由一些公共房屋提供 給一些議員的辦事處 作為地區的指揮站 如果全面退出所有議席的話 就連這些指揮站都失去了 在98年的選舉的時候 他們將會陷入一個問題 就是連選舉時候的後勤補給基地 和指揮站都沒有了 謝永玲最近在沙田和邪村 開了議員辦事處 但是如果她連區議會都下車的話 辦事處就要被房屋處收回了 基本法裡面 有關於兩級議會的條文 只有兩條 無論職權和組成方法 都沒有明確列出的 梁振英認為 籌委會重組兩級議會的時候 可以靈活很多 不是針對要某些人 不參加臨時性區域組織 或者要某些人參加臨時性區域組織 來制定有關的建議和決定 就這個問題 我仍然是很希望 民主黨人和其他 有志於服務香港的日子 能夠參加臨時性區域組織 籌委會現在要最集中精力去做 就是推選行政長官和籌組臨時立法會 看來兩級議會要怎樣過渡 最快都要明年年初自談 好,節目時間又到 下星期同樣時間再會 好處永恆誰能憂 好處永恆誰能憂 心會擁有全宇宙 難忍自誰沒有 難忍自誰沒有 難忽自誰沒有 只要靠事身順兩首 众星無憑引力 牽動火火愛心 愛心獻在生 九月七日晚八點七 愛心獻在生 是由嘉儀保險 達約報應 哇,怎麼那麼薄啊 買了保險 天天驗身 何必這麼麻煩呢 嘉儀保險而專保 專為長者而設 不用驗身的 先走了 嘉儀保險 領先潮流 應你所求 香港的過去 現在 將來 都值得我們一起見證 為紀念香港回歸 港基國際銀行隆重推出 九七紀念Visa萬事達套裝卡 上卡定牌拼出維港全景 成功申請年費特惠 還送你TiMAX手錶 或收音機萬用椅 港基九七紀念Visa萬事達套裝卡 限量發行, 請即申請 各位觀眾 AA超能膠又來表演了 一定就怎麼樣 不要斬眼 看看 貼得多快 貼得好穩 對呀, 貼得多快 AA超能膠 只貼得利心 好哦哦,有人 好,好好 來來